中台湾设造 跨域共创 美好家园 熊赞 国力彰化生活美学馆办理 112年中台湾设造成果交流会 14日热闹展开 秀水湘马兴社区儿哨战古队气势开场 37组社区营造团队齐聚一堂 展现社区计划成果 大家把过去一年 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拿出来 跟各个社区大家就是互相交陪 那也希望说大家看到彼此的优点 希望说在未来这些社造一个道路上 大家共同在努力 看到这些参与社区营造的社区也好 社群团体也好 在这过程之中的成长 然后彼此互相协力 感到非常欣慰 有这样的参与 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地方的公共事务 我们才能一起迈向 攜手迈进公民社会 中台湾社区营造及村落文化计划 涵盖田野调查 文史出版 影像创作 译文创作 工艺转型及传统记忆推广等 今年度共入选45组设造团队 透过设造传承并发扬社区记忆 我们早期的原住民的有那个支部啦 还有那个补鱼啦 射箭 一些把它融入在一起 有申请进会不多 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慢慢把它呈现 呈现一个能够做一个舞传 或者怎样给后代或是一些 别人都知道 上路有一个爬布拉筑 这一次我们申请的计划是利用 我们的龙肺葡萄藤 做一个再利用 那我们使用葡萄藤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染剂 然后做运用在我们的服饰上 或是布料上的一个染布这样 今年特别征选七组新著名 艺文社造行动团队 鼓励新著名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为所居住的社区注入新的文化元素 我觉得在做社造的这个过程里面 最重要的是你想要做什么 然后你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那在今年的计划很开心 可以看到新著名有被付权 然后可以制作自己想要做的计划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收获 那也很开心可以看到社区 有不同样在做社造的一个方式 那也很期待大家明年有不同的成果 112年中台湾社造成果交流会 展现社造工作者对于家园的热切想象与美好愿景 期望借由经验交流分享 激荡实践方法 凝聚社区向心力 搭建永续共好平台 公益频道林义俊彰化采访报导 合作者 集合作者